220 好几笔资料里面就有问题 比如说220这边 它不是题号 有没有 所以会产生错误 这个要把它删掉 否则的话会产生这个error 那我刚改的话是已经 这个文字3已经改了 我们来试试看这边 原则上跑完之后 应该会有题目跟答案的部分 来试试看 直接指新 好 指新完毕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 答案的部分 这个是点 1 2 3 2 3 变成我取的是 第二个位置 那所以少两个位置 应该要 instring 找到之后的mit 这个是我们要找到 然后找到的 其实位置变成要在 应该这个要加4才对 加4 找到的是点的位置 这里的话我想 我再看一下 一号结果是这样 那我是把 刚刚有没有 那个程式的部分 就先贴在上面 做参考 因为你做好之后呢 要转换成VBA 就是要有参考 那知道哪里要改 好像我刚刚又忘了改 instring 跟find 刚好两个颠倒 要找的跟被找的 刚好颠倒 所以你如果没有颠倒过来 他就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就是零 零的话就是没有 找不到 所以颠倒过来就没有问题 那其他的部分 我多了一个 因为instring 如果你把它放在里面 很长一串 那怎么办呢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多一个a a就是一个变数 你就先把结果 查到的结果 先丢给a 那a就知道说 它的位置找到是在哪里 然后呢 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个 有没有 结果instring的地方 再丢回给那个a a就表示这一串 或者你可以 反正那个道理是 跟那个函数 差不了多少 那我们这边的话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结果 这边切换到这个 这个档案 那我先把结果 先 向右 向下 如果全部都删除之后 让他自己把结果跑出来 按一个执行 好了 几秒钟的时间呢 结果就跑完了 好 然后选项 我想应该